各位同学好我是燕秋老师 上一期的OBS基本录教学影片的部分同学有学会了吗 那我们今天就来往下一面继续讲 OBS它除了可以录教学影片之外呢 另外一个我觉得它蛮厉害的工具就是 它可以帮我们把视讯的来源变成虚拟相机 这是到底在说什么 意思是指说如果像我现在在Google Meet上课的时候 老师的镜头来源就是这台webcam 那这台webcam它拍的老师的画面就变成是只有单一个老师的画面 可是如果我今天要上课的时候啊 我需要在这个画面中放上我的例如说一个简单的小图片logo 然后呢我还想要放例如说QR Code 甚至于呢我还要放另外一台例如说实物摄影机 同时做双视窗 一般你的教学你希望出去的影像是比较多版面的 通常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都会是在桌面进行各个窗格的排版 其实这样有一点点的麻烦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透过一个技巧就是 OBS可以帮我们排好版面 那因为它支援的多种不同的硬体的装置的视讯来源 或者是你可以用网页啦或是桌面等等的都可以 它帮你把画面都排好之后 投给Google Meet或者任何的远居工具 它本身就会变成是一台虚拟的webcam 那这时候呢别人看到的样子就是OBS的长相 非常非常特别哦 那如果你发现你OBS没有这个功能的话 记得要去更新OBS的版本就会有了 好老师示范一次给各位看哦 我现在这个画面是Google Meet 好投出去给人家看到就是长这样 这时候呢来老师呢就可以到OBS 好我现在开OBS咯 我开一个新的场景 这个场景呢老师把它改成Meet 或者是任何的远居工具都好 按一下确定 所以它支援Teams哦 它支援Webs哦 很多的软体都可以支援 只要是支援webcam的软体都可以哦 那我们看一下来源的位置 我用加号一样我可以去layout自己去配置它 假设呢我放一个我自己的webcam进来 然后呢确定好这是我的webcam的影像 老师可以自己摆 摆在我想要呃呃呈呈现的位置 OK 第二个我想要放一张照片进来 所以呢我们点下方的加号 选择图片 老师再放一张图片进来 然后图片的部分呢 我们去找我的logo图片 我随便做一张图哦 好我们把它摆进来 好确定 你看我现在就一张图像进来了 然后这张图像进来呢 我就可以去缩放它摆在我想要摆的位置 好再来我们再加一个哦 好我们再加一个进来后 例如说我们再找一个视讯截取装置 我们用 好了 我用V4K Pro这台机器 OK这是我的鼠腿机 好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放进去 放进来之后啊 解析度什么都可以调整哦 知道吧 好它的颜色什么都可以调 好然后我排好后 一样我们上次交过用alt Auto键可以裁切 Auto键可以裁切 你就可以自己裁成你想要的画面 好老师的影像要摆这里 然后呢我在上课的时候 我同时间要弹出这个webcam 然后webcam的解析度 呃因为刚刚老师没有调 所以我们点属性 属性进来之后下方这边就有个解析度 您可以改 好这里 那上面这边要先改成自定 下方的地方解析度就可以调整 这一颗 好解析度这边可以拉动 那因为它有到4K啦 所以其实挺大 我不需要那么大 我就1080就好 设定好解析度之后啊 它上面这边会有一个设定视讯 点进去后 可以针对这一个影像的部分去做微调 例如说你要调亮度 好对比色 色调都可以微调 然后呢 饱和度 清晰 色差不正 这里 然后像老师要调一下白平衡 把它降一下白平衡 然后呃 数值们你都可以自己去调整 调整成你觉得最佳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在展示内容的时候 它这样子的光源啊 或是它的颜色 就会是比较适合的 好完成后按确定 你的影像就会调好咯 好确定进来之后 你看好大 好大我们可以再说啦 对它的 它的比例就会是宽的 你们看 它就会宽的好 那你就可以让老师的影像 往上 都可以自己调整 好这也是类要的部分 来 那当我现在调好了这些类要之后 我要干嘛 好您看咯 我现在让它 好我在上课的时候 老师希望呢 学生看到是这个画面 可是你要想 你在桌面上要摆到这个画面 你就要用 例如说用Visualite的 IP Evo的软体去排出来 或是我们之前教的什么 View Direct 它也可以排出来这个画面 只是说 就是嗯 有些软体比较好效能 可是老师现在是用OBS排 但我不可以用OBS这个画面 给学生看嘛 所以这时候呢 来右下角有个功能 很好用哦 它叫启动虚拟相机 这一颗按下去 好按下去之后 它就会把我这个画面送给 一台虚拟的webcam 然后送给虚拟的webcam之后 来例如说我们刚所讲的这个 Google Meet 老师进到Meet里面后呢 我们点下方点点点 设定改掉 把它改掉 好那我要改成什么呢 我把它改成我的这一个 OBS virtual camera 这个选项 你按这样 确定哦 就差点掉 你看它投过来了 所以我现在如果在上课的时候 学生看到我的样子 其实是长这样哦 我不是分享画面 我没有分享桌面 没有分享哦 你们看到就长这样 但在Google Meet里面 会有个问题 就是镜像 镜像的问题 学生看都是正的 我有测过 Meet很奇怪 它就是会反过来 那如果你不想要反 就是可以装像这样的一个 镜像视频的外挂套件 这个可以自己去网络上搜寻 就是Google的外挂套件 老师之前也有教过 好你把这个打一下 点它 再点一次它就会转过来了 但是转过来之后 你看的是正的 学生看的也是正的 知道吗 我有测过 学生看的部分 不管老师是转正的或反的 都会是正的 这个也跟各位说明一下下 好不好 来 好 所以这一个功能的部分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是 它可以让我的影像就当成是 桌面这样弹出去给学生看 所以老师如果你上课的时候 你有像我这样的需要 要教平板的啦 手机的啦 或是你有些食物要呈现的时候 你就不用说怕电脑跑不动 效能很吃力 你要装很多软体去排出这个layout 其实就不需要 我们可以透过OBS的虚拟相机 快速做到这件事情 非常非常的推荐 那我定度很高 我个人觉得还蛮好玩的 你只要开这两套软体就够了 好 来 有空可以玩看看哦 好 那我们今天的OBS的第二招 虚拟相机 下回见 拜拜